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今天玩到黑暗时代的第十八关 这一关是选定植物进行攻击 这一关限定的植物还是比较丰富的 产阳光的有阳光菇 输出呢,则给了大喷菇 超人的大喷菇升到四节了 上场可以直接开出大招 除了大喷菇输出以外,还有花生射手 而且这一关给了两个控制植物 一个是冰冻生菜 还有一个是玉米投手 三阶的冰冻生菜可以直接攻击 玉米投手呢,则可以绕过墓碑 打后面的僵尸 你们看,玉米投手的玉米泡高不高啊 这弧度直接从第五行飞到第一行去了呀 这一关还有瓷菇可以吸取僵尸的防具 玉米投手上场开出大招 黄油快,定住僵尸们,一下就解除了 玉米投手对比超人昨天刚得到的黄油毛根 真的是弱爆了呀 难道这就是白卡与紫卡的差距吗? 超人的大喷菇有装扮 大招可以直接把僵尸吸过来 然后推走 在前面种上一个花生射手 有小伙伴跟超人说 花生射手的血量比坚果还要多啊 这是真的吗? 怪不得花生射手这么扛了 大喷菇喷出的绿色泡泡会让僵尸停顿一下 骑冰僵尸来了 大喷菇赶紧把它挡在场外 一个大招不够消灭骑冰僵尸啊 僵尸越来越多了 冰冻生菜一个群控 全冰冰冻 骑冰僵尸直接倒下了 连冲刺都没来得及冲出来呢 冰冻生菜的控制时间非常的长 接上一个黄油块 国王僵尸出现了 决战时刻来临了 大喷菇直接上场把僵尸聚拢在一起 大喷菇这招叫做 来来来 走你 一个大招就能消灭掉一个国王僵尸 但是墓碑的出现限制了我种植物 第四行这个国王僵尸 没有办法种大喷菇消灭它 僵尸有点多了 还得靠我的冰冻生菜群体控制 闪耀吧 冰天雪地 就连国王僵尸也被冻住了 植物们趁着这个时候赶紧输出啊 又出现新的国王僵尸了 种上花生射手加强输出 种上磁地菇吸取僵尸的防具 国王僵尸前面的墓碑碎了 可以种大喷菇了 上场开出大招 漂亮啊 大喷菇一个大招就能消灭掉一个国王僵尸 这个伤害就跟计算过一样的 哦 国王僵尸全部被消灭了 剩下两个僵尸根本不成气候了 还没走两步就倒下了 这一关超人也成功过关了 zadana